学佛讲六度,不失,直接,忍辱,精进,禅定,剥热,这其中最难的就是忍辱,一般人认为被人侮辱就是辱,别人打你,骂你,冤枉你,陷害你等等,这就是辱,其实这只是忍辱的一部分,所有人为或自然带来的种种烦恼和痛苦,都是辱,忍辱的学问,真的是狠声狠谎。 今天就和大家慢慢聊聊,忍辱是为了培养修行者的精进心,是为了断除我职,现在人心腹气脏,最缺乏的就是精进心,耐心,遇到一点小事就焦急上火,经常在马路看到有人骑电动车或者开车,稍微有点小摩擦,就开始大吵大闹,甚至还动手伤人,这虽然是普通人,但就算不适合修行, 起码在做人的品德和含量上,也总该有点宽容和忍耐之心吧,这已经是最低级的做人标准了。 再说已经在学佛修行中的人,平常念念经,白白佛,跑跑四孕,放放声,给人讲讲佛法,论论道,看起来心里很清净,戒律吃的也很好,但那都是在没有遇到事儿的时候,一旦受到沉重打击,被人侮辱,陷害的时候,马上就火冒三丈了, 什么清净心呀,戒律呀,都不管了,身上毛病全暴露出来了,所以说,这个忍辱是很难的,也没有功夫,平常看不出来,遇到事儿了就看出来了。 忍辱,不是让你强忍,强忍是会生病的,你得先学会砍破,砍破了才会放下,放下了就更容易砍破,这才不会感觉有足。 比如吃饭,大家整天琢磨,这哪个饭店的饭菜好吃,这个吃不下去了,那个做的没味道了,其实好吃难吃。 过了嗓子也不都一样吗,填饱肚子不就行了吗?这么宝贵的人生,何必为天天吃什么饭而浪费时间呢? 再比如夫妻吵架,若懂得因果道理,明白夫妻之间也是欠债还债的关系,你还会生气吗?还会跟他吵吗? 不会了呀,债还完了不就没事了吗?这还是普通学佛人的忍辱,真修道,一定敬切。 破除了我职,连我都没了,哪里还有什么乳呀?咱们看看下面这伟大的高峰忍辱的例子。 清末时期,九华山大兴和尚的故事。 大和尚为人宽厚慈爱,一生吃苦耐劳,学位很高。 当时在九华山下,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,受父母之命,与一个门当户对的公子定了签。 在还没有结婚的前三年,这个千金小姐就在娘家生下了一个孩子,在父母的严厉逼问下,这位小姐就说,我是在九华山寺院上相识。 被大兴和尚强暴,才有了这个孩子的,父亲听完火冒三丈,带着一帮大兽就上九华山去了,强行闯入寺院后,不由分说就把大兴和尚痛打了一顿,连走时,还把孩子塞给了大和尚。 大和尚不动声色,没做半句便解,结果孩子后只说了一句,沙塞,阿弥陀佛。 从此,本来就父圣名,德高望重的大兴和尚,一下子声名狼藉,强导众人推,到处被人辱骂,耻笑。 骂他是花和尚,假和尚,大骗子,大兴和尚却从来不放在心上,每天都下山去为孩子花圆母奶。 就这样,一晃三年过去了,小姐正是和公子结婚了,洞房花主意里,新郎追问孩子的下落,小姐就哭泣着把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。 第二天,小两口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,父母一听,原来那是自己的亲孙子呀,得接回来呀,于是趁着回门,把这事又告诉了小姐的父母。 小姐的父亲听完,当时就目瞪口呆,追悔莫及。 第二天,双方父母带着小两口,到九华上给大兴和尚登门赔罪,认打认罚,大兴和尚笑着, 把孩子公公敬敬,送到妈妈怀里,嘴里还是那一句话,煞灾,阿弥陀佛。 如果再看看人辱仙人的故事,那我们就更惭愧了。 格力王是宝君,有一天带着一批宫女进山打猎,碰到人辱仙人正在打坐,宫女们看到这个仙人相貌庄严,就都问上去,问一些修道方面的事。 格力王一看宫女不见了,都跑到人辱仙人那去了,心里生起了称恨心,就对着人辱仙人说,你不是叫人辱仙人吗? 那今天就把你身上的肉一刀一刀的割下来,我看你能不能忍。 就是在这种极端残忍的情况下,仁辱仙人不但没有生辰恨心,反而起了怜悯心和感恩心,对着格力王说,我成道后,第一个度你。 这个仁辱仙人,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,这个残暴的格力王,就是佛陀的第一位大弟子哲哲教成竹。 为什么仁辱仙人不但不生嗔恨,反而成道后还第一个度他呢? 因为如果不是格力王对他有这样的暴行,他的人辱波罗蜜,就不会那么快成就。 等于是格力王帮他提前毕业了,这是恶心反而做了好事,因此他才会感谢格力王,这才是真正的忍辱呀。 所以,修行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,修行人的心里没有仇敌,没有怨恨,侮辱我的,毁谤我的,陷害我的,都是帮助我的傻知识。 所有的结果都是把修行人的境界往上提升,并且是大幅度的提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